陕线3测评完之后 私信我最多的就是这些球鞋 对比陕线3应该怎么选 今天我把它们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相对来说场地感比较好 实战中存在感相对比较低的几双鞋 做一下对比 下一次会把中底比较厚 存在感很强的这些球鞋拿出来做对比 而且最近几个月我一直是打室外 这几双鞋 轻款2 反5 2 陕线3 传3 狂潮3 是我上脚频率最高的五双鞋 很适合我这种打法 我的身高是1米87 体重是75公斤 位置是偏小前锋摇摆人 打法细节是通过节奏创造出一定的空间 然后干拔跳头 或者通过小节奏 片开对方一步的距离 突然加速突破上来 基本就是靠节奏靠弹跳的打法 这里要跟兄弟们说一声 很多人私信我想让我推荐球鞋 祖哥预算500块 什么球鞋适合我 祖哥我是中锋该怎么选鞋 这种问题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不是祖哥装逼不回答 你给的范围太宽了 所以如果大家再想让我推荐球鞋的话 一定要标明身高体重 位置打法细节 以及你个人的一个偏好 有没有品牌倾向啊 预算啊等等 越详细 我推荐的就可以越精准 否则真的没有办法推荐 很多这种问题我并没有回复 抱歉抱歉 OK接下来进入正题 我们一双一双的看 讲解完之后 我会做出一个我个人心中的一个排名 首先来看轻狂二代 这些鞋我都实战了很久 有一个新的感受 就是在室内和室外的一个表现 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最终他们在室内和室外的一个排名 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轻狂二代室外的综合表现 抓地啊耐磨啊 中底反馈啊等等 要比室内场好很多 室内比他能打的鞋非常多 但室外 他甚至在我心中可以排到前三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特点 跟闪现三非常的像 整双鞋上脚之后 会更让你专注于打球本身 而不会感受到球鞋 给你带来多澎湃 多夸张的脚感 除了这一块 变态硬的防侧翻 会给你一定的存在感之外 其他的方面都非常的纯粹 当然这些鞋 跟闪现三比重量的话 那真的是没法比 44码轻狂二 405克 鞋垫被我拆掉了 加上鞋垫 430克差不多 我用个比喻来形容一下吧 它更像是低配版的闪现三 我们按综合能力素质来讲 如果可比5是100%啊 闪现三就是90% 而轻狂二 我觉得它综合素质在室外啊 可以达到70% 能力非常均衡 防侧翻可能是100% 我这样形容应该能听懂吧 就是小五角形战士嘛 防侧翻 虚微多出一点点 位置12345号位都适合 目前价格 390块钱左右 我觉得非常适合什么人呢 闪现三 上市零售价是699元 如果觉得预算高 那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轻狂二代 就这样 第二双狂潮三 这双鞋我之前还做过重车 100%的一双室外厂鞋 室内厂啊 横向打滑太严重 室外厂完全没问题 它综合能力也是个小五角形战士 偏刻像在哪呢 前掌 它的前掌会误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前掌比较厚 但其实你在实战过程当中 它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地面的 只不过它的弹性 确实相对于安踏以前的材料 要增加很多 是安踏少有的 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爆发感的重力 其他安踏产品 要不软要不硬 观念问题 有的人可能就觉得 场地感就是薄和厚的问题 但我个人认为不是薄厚 而是你能不能感受到地面 在你做任何动作 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有一个响应 我觉得狂潮三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只是体感上 给你感觉像大后底一样 它适用的人群是一二三号位 大体重和打法特别暴力的 这双鞋 由于鞋面的问题 会给你心理上带来一些负担 但我实测啊 它也是撑得住的 这种让你不放心的感觉啊 就是我之前讲 闪现三节目里提到的 没有存在感 但让你很放心 很纯粹 就是一种很可靠的感觉 这个小五角星战士 用素质来表示的话 轻款二是70% 狂潮三是75% 目前售价370元左右 我觉得适合这么人群 喜欢做动作的 一二三号位 所以它的定位啊 跟第三双 蚕三很像 蚕三在各方面素质表现啊 我觉得跟狂潮三非常的像 定位使用人群都一样 小五角星能力综合值 我觉得跟狂潮三也是一样的 都是75% 上脚之后的存在感 也是来源于中底 不同的是狂潮三会带来一些弹 而蚕三会让你有软的感觉 好的地方啊 是我觉得它虽然软 但并不泄力 踩下去之后 也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地面 也许这就是它 Quickform letter的特点 连缺点都跟狂潮三有点像 也是前掌斜面 这里支撑 做巨幅动作 这里也会有很不踏实的感觉 这个十字形的设计亮点 让它在做变相和转身的时候 确实能感受到非常丝滑 适用人群也是小体重的 123号位 目前价格在429元左右 个人觉得它跟狂潮三对比 可以按照颜值去选 对了 还要补充一个重要的点 狂潮三百分之百属于室外 而蚕三室内和室外都OK 这是这五双鞋当中啊 室内和室外表现一样的球鞋 OK 接下来反五二代 反五二我个人长时间的一个使用之后 觉得还是室外要远远好于室内的表现 不是耐磨抓地的方面都很好 而我感觉可能还是它终底蹦的原因 反五二我在室外无论怎么打 都不会出现脚酸的情况 看累 累小腿累跟腱 从来没有过 但是我在穿反五二打室内的时候 回来之后会非常的累 小腿跟腱啊都会有一点疼痛的感觉 我为了验证是不是还多穿了两次 每一次室外都没问题 一到室内小腿就烫 我个人分析什么原因啊 水泥地会比较硬 它终底的这个泵啊 它的软弹度完全对冲掉 而室内木地板呢本身就比较软 然后这个泵在木地板上又会显得更软 可能就是这种软带来这种力损耗 所以我个人现在反五二只打室外室内打不了 这点我不敢肯定 但如果有相同感受的朋友啊 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OK 反五二在能力素质表现上 也是一个大五角形战士 但有两方面比较偏刻 一个是中底 泵的反馈还是很强的 上脚之后那个泵的存在感 你永远是摆脱不掉的 这东西啊不是说它不好 很爽的感觉 但这种爽不是人人都需要的 不理解的可以看一下我闪现三的侧品 OK 另一方面就是防侧翻 反五二的防侧翻 保护性太好 在做侧向动作的时候 阻力感太强 除此之外完美 能力模型综合素质 80% 目前最低价格680元左右 市有人群我周围已经很多人穿了 一二三四五号位都可以 比较适合 对场地感要求比较高 对保护性要求比较高的人 且想感受一下蹦脚感的朋友 OK 最后去对比他们一切的根源 闪现三代 这双鞋 室内的表现要稍微强于室外 总体上感觉差不多 但是它的那种均衡感 在室内表现的会更淋漓尽致一些 打个比方 你光脚打球 你光脚在水泥地上 和光脚在木地板上 哪个舒服 就这个道理 之前测评节目 有一个粉丝 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 闪现三并不像你穿了一双篮球鞋 而像是一双加强版的脚 牛逼 这双鞋啊 除了前面窄不适合大宽脚以外 目前又发现另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点 就还是尺码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人已经上脚了 他说前面这里打完球之后 感觉脚趾头有点被顶被夹的感觉 有人说啊 可能是前后掌落差的问题 但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你脚进去之后 整个包裹是给你脚尖锁死的 这种前掌带来夹脚那种不适感 完全是因为尺码带来的 我现在已经打了十多场球了 只有一次出现过这种夹脚趾的状态 是我穿了一双非常非常厚的毛巾袜索脂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选对尺码 如果买小了 就一定会出现顶脚趾的问题 切记 我呢现在用尺子啊 亲身量一下 我的脚长和这个鞋尺码 我觉得现在是刚刚好的一种状态啊 量一下我的脚 我脚最长是二脚直开始 到脚合杆 脚步准 这样 27.1 27.1 零米误差反正就这样吧 前面脚宽也量一下啊 最宽的两个点 10点 脚最宽的地方 10.5毫米 我这个脚 穿43码的闪线衫 是刚刚好 适用的位置 我跟大家也说一声 12345号位都适合 闪线衫不太分位置 它更多的是 你想要一双什么样的球鞋 这是一个正了八戬的一双 大五角形战士 各方面全部是均衡的 没有一点点偏刻 没有一点点突出 也没有一点点缺陷 如果说科比5啊 百分之一百 它百分之九十 我为了能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体验啊 做一个五款鞋上脚的表情包 给大家表演一下 它们之间所存在的那种细微的一些差距 轻款二你上脚的表情 狂潮三上脚的表情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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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身上脚的表情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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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二上脚的表情 哇哦 哇哦 闪先生上脚的表情 刚才表情包形容那个环节呢 看上去啊 有点扯淡 但它真的是我上脚这些球鞋的一个真实表情 内心的一个活动 希望吧 希望能给些参考 OK OK 最后给他们做一个排名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排名啊 我始终认为 其实篮球鞋并不应该有什么排名 只有适不适合你 但很多人私信就问我 那你怎么选 祖哥你怎么选 仅代表我个人啊 室内 闪现三 第一 缠三 第二 轻狂二 第三 帆五二 第四 狂潮三 第五 OK 室外 闪现三 第一 轻狂二 第二 帆五二 第三 传三 第四 狂潮三 第五 OK 这就是我个人心中的一个排名 但我也相信 如果你身高体重 打法跟我真的都差不多的话 我这个排名 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 OK 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 其实球鞋测评这个东西 都比较主观 它本就不应该有一个标准 因为每个人打法 喜好 身高体重 各方面实在是太不一样 对鞋的理解和对鞋的感悟 那是更不一样 有的人就无法理解 那你一双鞋要啥没啥 为什么是好鞋呢 那有的人就觉得 那个大重气垫 双层重气垫 哇 爽快的一逼 这没办法解释 而且没有对错 所以你在自己不能去提前试穿的情况下 就想通过测评节目来筛选一双球鞋的话 那你还是尽可能的多观察一些这些球鞋测评UP组 多去了解他这个人 他跟你有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不光是打法身高体重啊 有的时候对球鞋的理解 对球鞋的感悟也是很有用的 如果这些都一样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我的爱好就是你的爱 就这样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一下不同UP组 他们的风格 人物性格 打法 身高体重 都多了解一下 这样他们推荐的球鞋 对你才是最有价值 我本来下期想做一下就是这些 中底存在感非常强的 什么14泵啊 AJ1啊 这大厚底的球鞋 但是我在考虑要不要做 因为第一呢 这些球鞋很多价格都比较贵 意义并不是很大 第二点 测评这些球鞋 我觉得也烂大街了 好多人都在讲 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 觉得有必要做的 抠个一 觉得没啥必要了 这些就够了 抠个二 我看一看 如果人不多的话 就不做了 其实这种节目也挺辛苦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高足讲货就喜欢国产货 也愿意为国产尽一臂之力 共同成长 如果你也对国产感兴趣 关注我一波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顺便在屏幕上把我评个分 0到10分 你认为本期视频值多少分 没给10分的 给出一个评分的理由 帮助我改进视频的制作 多谢 多谢 专业东西不会说 踏踏实实讲讲货